空城略地啊 已经到了 也到了中国的边上了 那么 而且是并不确认 这个当地这个 他那个瓦罕那个走廊的 那部分呢 塔利班就是 拿了一个协议书 当时就签了 就是说这个让给你们 我们表现投降 所以说这个 看来这个塔利班 所以说北京呢也是 一直在观察啊 和他也是本身就有密切的关系 那么再加上呢 所以说刚才就说呢 这个台面下呢 美中之间一定是有一些 这种交底啊 或者说这种交易啊 或者是默契 不然的话呢 这一回呢 你看他这个巴拉达尔啊 那是塔利班二号人物啊 那么带了这个 一众的这些人马 这个宣传口的 什么这个 这个经济口的啊 那么也要搞建设吧 掌权了还要去搞建设 就是说去了天津 建了王毅 那么也是 就是中共方面 实际上之前 塔利班在中国的这个安排之下的 在中国的这个谈判 包括和阿富汗政府的谈判呢 也有好几次啊 但是都没有像这次这么高调 以前都是不报道的 那么都是通过这个外媒啊 或者说其他渠道的 辗转的这种透露 那么这一回可是明打明的 亮相 而且这个照片呢 拍了的是一张又一张 还有这个视频 我看网上都有啊 那么这个确实呢 那么这一回呢 就是说一个美军要撤出 那么塔利班有可能要掌权 北京呢 那现在就要把这个关系要升温 那么升温呢 当然有几点考量了 那么包括这个 包括新疆的问题了 这个所谓安全了 那么再更重要的是呢 我想的就是还是和他这个一带一路呢 这个 觉得这是个机会 那么美国方面呢 为什么会有这种赞取的这种口吻呢 就说认为呢 欢迎这个中国和塔利班 这种接触 那么怎么去分析和这个 看待这个事情 小平您先来 美国呢 在阿富汗这样一个事情上 是劳民伤财啊 他没有能力消灭塔利班啊 他如果能消灭的话 他早消灭完了 那么把塔利班就留走 那么这个政府这块呢 是阿斗扶不上的 现在就被塔利班攻城掠地 那么最后塔利班啊 这个掌握阿富汗的政权啊 这个几乎全世界没有几个人怀疑现在 嗯 但是美国呢 希望阿富汗达成一个联合政府的这么一个框架啊 在这个意义上呢 中国跟美国的目标是一致的 我觉得 你刚才不是说吗 为什么这个美国支持中国啊 介入这个塔利班的这个事务啊 这个国际政治里头啊 你别去骂中国跟流氓在一起啊 中国在这个世界上 因为好的盟友啊 都被美国拉走了 他只能跟流氓在一起玩 这说的很好 因为 不管怎么样 把联合国 举一个手 就是一张票 啊 跟你流氓流氓没有关系 那美国在中东 他也拉流氓国家 沙特呀 一样 啊 国际政治首要的是利益 当拜登政府在国际政治中 要打人权牌的时候呢 那个东西实际上 是一个很高难的游戏 经常把自己住 处于一个道德分裂的一个境地 被批评啊 那么中国也批评你啊 为什么呢 你美国玩虚的 你怎么人权道士啊 啊 你不跟我一样赤裸裸吗 跟流氓交朋友吗 经常这么批评他啊 你说我跟流氓交朋友 啊 你不也跟流氓交朋友吗 啊 这么批美国啊 批你这个精神分裂 嗯 就这么 就这么个思路 那么在这个 阿富汗问题上的美国政府 也强后变啊 你就像这个塔利班 美国并没有认为塔利班 是这个恐怖主子啊 对 嗯 对吧 现在北京说 我跟塔利班交往怎么着 他不是恐怖分子 你明明美国官方都说 他不是恐怖主子啊 而且中国还说 我跟他交往还有好处 为什么呢 打西北的安全啊 阿富汗原来是这个塔利班啊 这塔利班现在我们通过这个情况 我们知道有巴基斯坦的巴塔啊 巴塔啊 现在个阿富汗 阿富汗的阿塔啊 这是两回事 北京跟的跟的是跟的阿塔联系 然后不叫阿富汗塔利班 然后叫阿塔啊 那么我们跟他联系 这个地方呢 拉登时期的时候呢 在塔利班啊 要夺权之前呢 啊 这个地方是一个武装颠覆中国的 或者在武装破坏中国的一个基地啊 那么这些人在一个离喀布尔 喀布尔25公里的一个地方 搞了一个训练营啊 这个训练营的这些士兵呢 曾经还编入塔利班 反正就是塔利班的一个一支分支 那么这半人受了训练者 派到中国西北去渗透 搞破坏啊 那么打完了 打得赢就打 打不赢就退到阿富汗去 那就像当年这个啊 这个林彪部队打得过这个 国民党就打打不过就撤到这个啊 那边林子里面去 那是另外一个国家啊 所以国民党灭不掉他 不能越界吗啊 土肥流氓可以越界 你政府军力怎么敢越界呢 最后不把这个林彪给救了吗 这个叫什么 中国叫叫做这个东伊运啊 就是这个北京的西北的安全的心腹之坏 他想通过跟阿塔的这个活作 把这个东伊运斩草出根 这是北京啊 在这个时候愿意跟这样一个流氓 在一起的原因 但北京还说 你得跟那些跟那些家伙划情界限 你如果跟他们划情界限 我们既往不救 那么这个阿塔呢 是个新生的这个政权 第一啊 他要见联合政府 他希望中国帮他啊 因为联合政府里头呢 政府军这一块和塔利班呢 都能分到一些 但是中国认为呢 塔利班在这里能占大头 他的中国算盘是这么算的 说中国能占大头 然后呢 还跟这个阿塔说 他说你们啊 只要跟那些坏分子划情界限 我们过去的事情就一笔勾销了 相分一线 敏欧仇 阿塔说呢 那我们阿富汗战后的重建 我们需要中国的帮忙 中国的帮忙说 我们当然可以帮忙了 但是你要跟那些 划情界限 划情界就是这个东西运 所以这个阿塔就说 我们不能够以阿富汗作为啊 颠覆反复中国的基地 这不就达成声音了吗 对不对啊 嗯 那么美国眼见看到这个地方 我打了一场仗 花那么多钱啊 没搞赢 现在说是这个 美国人说想 拉这个 印度 来介入 因为印度在这个地方 有战略意义 如果阿富汗 成了这个 通道 那么巴基斯坦和印度 之间麻烦就大了 所以说说美国 现在想拉印度 进来制约这个东西 所以说 这个 中国和美国 在阿富汗问题上 这种较量到现在啊 啊 是一个新阶段 等于2.0 2.0版啊 第一 前面那个呢 没中国多少戏 因为美国人在那 占领着嘛 是不是啊 那么现在美国人 啊 他要收缩了 他不能搞全世界 搞太长 而且拜登明显就是说 国内经济 国内政治是首选 嗯 他搞这些东西 所以说把这个 这个利益 势力范围 让给了这个 中国 在某个意义上 是是是 所以说 陈奕 你来 这个事情我想 很大的要注意到的是 北京的这一次 所谓的王毅高调 接见那个 拉塔的那个 第二号人物 等等等等 这一些 这是一个重大的 北京的外交转变 大家记得 没有多久之前 美国发生出来 要撤军出 阿富汗的时候 中国当时还有 官媒 报道的 基本的口气是 抱怨美国 你美国不能 是 留下一个烂摊子 把那个地区混乱的地方 留了 你不负责任 你把这个事情 搞个烂摊子出来 你20年前 就是 就是2001年 反恐的时候了 因为塔利班 保护那个什么 基地组织嘛 保护那个恐怖组织 就是炸美国的恐怖组织 所以 这个和美国 交成了非常坚韧的矛盾 然后排兵进去 他说 你现在 你搞了这么久 结果 你现在要撤了 事情没搞定 而且塔利班的力量 还这么大 也越来越大 你把这个摊子 留给我们地区 你把这个地区 搞得乱风风的 你就像英国 就像 实际上就等于指责英国 原来每一次 撤出某个殖民地 总是要给殖民地周遭 或者殖民地本身 造成某种非常连续持久的 政治后患 政治后遗症等等等等 他大概的抱怨是这样 就觉得是美国 不负责任 当时的基本口气是 他还没有这么公开的 大战阳塔利班 但是这一次是非常的公开的 隆重的接待塔利班的代表团 而且是战阳 塔利班 认为塔利班是阿富汗的 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 都话都说到这个地步了 就是说他把保 现在是 北京现在经过了前一段之间的决策 看到这个形势 然后最后 大概是习近平 他们最后决策 说现在我们 我们就把这个 美国控出来的基地 我们去占领 美国控出来的 我们填补 就是现在是采取这样一个态度 因为他填补这个东西 同时可以控制 他认为他可以控制塔利班 因为塔利班有求于北京 塔利班最近说了一些好话 对中国说了一些好话 但是实际上 胡锡进的报道 我这里插一句 胡锡进的报道说 好像塔利班是怎么样的 都对中国才是他最后的 实际上 塔利班那个报道是 第一号提的是美国 对对 美国是 然后第二个还是中国等等 然后不能把阿富汗变成进攻 其他国家的基地 就这样一个东西 这是第一号是提到美国 但是他把那个 环普全抹出 这就是中国的新闻 我不说他了 就是总之来说 他现在是一个重大的政策转变 原来还是担心 美国一撤出阿富汗以后 这个地区一乱起来 怎么办 很多新疆的情况要更加大乱 因为他那边的训练语音 有东一土 什么什么的 等等 现在他觉得塔利班 我可以控制在手上 塔利班既然表了这个态 愿意和中国合作 而且甚至对中国表示一个 好像尊重的态度 然后更大的背景是 现在正像刚才小平也说到 基本上现在北京 现在整个世界上 外交上 实际上他看见 基本上是放眼过去 没有人 真的是没有真正的盟友 一个也没有 基本上真正的盟友的话 我说的是 所以说俄罗斯这个 他认为是可以靠的 就是说 因为俄罗斯毕竟有他的军事力量 但是现在看来靠不上了 俄罗斯完全是选中间站 完全是两边吃糖的那种 他也是要看戏 所以说在这样一个状况下 他现在是拉到篮子里都是菜的 而塔利班这个他认为他可以控制 我觉得北京这一招 现在看来他看起来是一招 解决他目前困境的一步棋 一步好像是正面的棋 对他有好处 但是从放长远来看 我不认为北京这一招 从长远来看 对北京的政治利益 地缘政治利益有好处 塔利班这个就是阿富汗这个事情 现在大家当然全世界都在说 好像是塔利班是吹枯拉朽 在阿富汗 只要美国人撤走 塔利班很快就会把这个整个的政府取代 好像看来舆论的总的趋向是这个趋向 但是我也看到一些报道 说实际上政府军在美国还是预留了后手的 美国是希望预留了后手以后 这两边的力量比较均衡 就是说政府军政府的力量和塔利班的力量比较均衡 能够抗抗议政治 而且还留了武器 留了训练的人员 军事人员等等 还可以看这 但中共一个到他一方面 他现在急迫的需求外面的力量 另外一个方面 他还有就是说 他根据他过去的经验 认为像这种所谓的联合政府 从来不可能成功 永远不可能是真正的联合政府 总是一边的力量要压倒另一边的力量 而且是压倒是彻底的压倒 就像当年他国共谈判一样 就像当年的欧洲的共产党 有些和其他的党派谈判 最后还是一边压倒另一边 没有什么联合政府大家均衡的选举 今天你上台明天我上台 他认为绝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他看准了他把保押在塔利班身上 塔利班他认为是以后阿富汗的主导性 甚至是完全压倒性的政治力量 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 而他这个2025 他这个整个的一带一路啊 这些东西在这样推进 而且可以成为制衡印度的重要的力量 因为塔利班可以和巴基斯坦这样联手 可以制衡这个东西 但是我想塔利班历来 从苏联到阿富汗去 后来美国到阿富汗去 后来等等 这个东西这个地方 它是个帝国粉体 它是一个高山区 又不像一个海洋 有高度的现代化的军事系统 军事武器各方面 那么战胜服是非常清楚的 而且是非常迅速的 可以 它那里一个山区有很落后 尝到这个积极高高很地下的 什么什么东西 一个打仗 就像当年越南战争 这样不好打 就是说 你又不可能是毁灭性的 像原子弹一样的 把它全部毁灭 不可能这样做的话 你这个永远是旷路持久的 永远是大国 你要介入这个国家内部的 军事力量 政治力量 而中国现在虽然做这个姿态 你们阿富汗的内政 我们不会设置 但是我们要怎么怎么样 就是实际上还是要依赖 塔利班以后的 关于中国的经济利益 政治利益 都要到这方面 外交利益 都要到这方面得到体现 但是塔利班 哪是这么容易驯服的东西 你想中共将来 他用他那套相当的 带有相当殖民化程度的 这个外交方式 去控制塔利班 去获得北京的政治利益 我想这中间会起矛盾 而且很可能不远的将来 就会起相当大的矛盾 现在是塔利班 而且塔利班主要是 他说的东伊运 就是中共的社会 实际上就是支持 就是包括在新疆地区的 一些恐怖集团的人 这中间的 大家知道这中间 还有很多trick 就是说实际上 新疆的人权侵犯 有些并不是他们所说的 东伊运的恐怖组织的人 是争取新疆本人的 民族的自身的权利 民族权利和人权等等等等的 但是中共老是把这些 混到恐怖组织里面去 这个不谈了 但是中共对新疆的恐惧 是真实的 这个恐惧是真实的 他认为而塔利班 现在表面上发了一个声明 同时把美国和中国都提到 我们不会从这个 引途来进攻外国等等 但是实际上 他们有宗教的联系 而塔利班这个 他那个宗教感是非常非常重的 他这个一旦掌权以后 你看妇女要陷入大灾难 不说过去的 其他的宗教的遗留 全部被炸掉 例如佛教的什么 所以说他会非常反动的 倒退的非常凶 这个是当然国际政治 你这个这些国家的 这个意识形态 这不是最重要的 但是到了一定的 非常严重的程度的时候 也不得不考虑了 就像当年 你说经常指责美国 你例如沙特的问题 或者其他问题 例如等等 但是包括沙特的问题 包括现在当年的苏联 和中国的问题 说起来 全世界舆论也可以指着美国 你说中国当时的人权状况 甚至比苏联还差 为什么你要联合中共 去打击苏联 这个很明显的 从总的战略来说 苏联是第一号 最大的威胁力量 它是对全世界基本秩序 就是所谓自由主义的 基本秩序 最大的威胁 我当然不管是说 它的表现形态 甚至比中共还要稍微好一点 但是我必须把最大的军事的 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威胁 把它打败 然后才来解决你北京的问题 所以当然必须要联手北京 这个是个基本战略的问题 就没有话说 包括现在沙特的问题 也是同样的 一样的道理 放在这里 所以说 我就觉得塔利班的问题 现在美国 当然它是为了集中力量 对付中国 特别是对付中国 所以要把它的力量 收缩撤回来 这对美国 我觉得还是正确的 虽然是说 这个地区难免要留下很多问题 包括下一任的掌权的 在阿富汗掌权的塔利班 会得到多大的成分 多少比例 但是美国它也有所安排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 还有很大的军事较量 政治较量和包括经济上的 各方面的较量在下面 中共揭了这个摊子 目前看来是可以解采的燃眉之急 但是往下的发展 是不是这么如意 我并不是太看好 他现在把这个烫手山域 想拿到手 想认为中共依靠 他那套统治方式 能够完全的掌控在 他的首长底下 最好的结果 就是像缅甸这样的结果了 最坏的结果 我想恐怕造成的 把新疆地区还要更加混乱 或者说对中共的统治 造成的威胁会更大 等等 这些方面 他想把这个东西 一按住了以后 新疆地区就会动乱少 恰恰相反 如果是离塔利班的力量 长大的话 新疆的动乱不止 我不是说的 新疆人争取自己的人权 我就说是新疆的恐怖的 一部分人的那种东西土 或者朱瓷的这些人的 这样一个新疆社会的动乱 恐怕会比将来还要恐怕 我不认为他现在是很有远见的 一个策略 北京接手 前一段时间他都还非常担忧 现在他看见他的整个形势很不利了 突然转变了政策 要注意这是转变政策 这是相当大的一个转变政策 非常高调的隆重的 以正面的形象来接待这个塔利班 来优好塔利班 来发展中国的 在那边的地缘政治利益 但是是不是能够成功 我表示有点怀疑 好 谢谢 谢谢 那么这个话题 四个话题 我们今天就都已经说完了 看看我们的网友有没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